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有周天慧和周庸 和大家谈谈今日的时事业话 Robert 今天都是纯粹讲疫情 今天政府似乎有一个新的全民检测时间表 我们也想跟大家更新一下 Robert 昨天媒体有个日子出来 说法是3月17日之后会计划有个全民检测 由原本政府开头说21日三个星期的三次 全部香港市民做三次强检 缩短到变了9日做三次 说法就是这样说 但是似乎今天又有消息又说 似乎有些时间表又出来了 说法现在有点变 就说会再推后一点 去到3月26日至4月3日去实施 都是检测三次的 不过似乎它就有限度 禁足期就是4日 都是那个说法就是 禁足的时候都可以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去买药 其余的时间就要留在家 但是港府也会谈讯北京卫生当局 看看对方给一些更加专业的意见之后才拍板 OK 好了 现在我们不如讲讲 大家知道现在有个日子 假设是 假设是对的 3月26日至4月3日 有4日禁足 老实说 你都不用等到那天禁足才要做事 大家可以先做讨论吧 你在家里预计是这样 还有一样东西 今天是3月2日 换句话说 你隔一个星期之后 等别人涌出去抢东西之后 下个星期你才出去买东西行不行呢 大家要讲清楚 你时间是足够的 第二 要大家做些计划 你需要什么东西作为一个家 假设你四个人在家 两夫妻加两个小孩 或者两夫妻一个小孩一个老人家 就是那类 那你究竟你需要什么东西呢 你需要什么东西 你买什么东西 你老实说 你又没有去买两箱 午餐肉回家 然后一年你都吃不完它 我看到很多老人家买了很多的出钱一丁 我明白 出钱一丁 大家都是要来想一样东西 大家不想吃饭 大家想着我吃面 绿个面就算了 所以就是这样 其实大家的心育中想就是 如果有这个禁足 我是做一些我平日不做的东西 我不想煮饭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也当是这样 那你就算了 如果有四天禁足 你买多少面呢 一批 一批 出钱一丁的那些 就五包 那你家有四个人 那你买五包 六包 足够了吧 五批还是六批 五批六批 很多三十包 就是三十包 你要明白一样东西 如果大家不计这条数 大家都不知应该买多少 那好了 那你买 我要买菜 那大家也要明白一样东西 你可能就不可能出去 又买鱼又买肉又要新鲜猪肉 没可能做这一样东西 是没可能 那大家要有什么罐头呢 很简单一样东西 那就是五餐肉 你有一餐下午 一定是五餐肉之餐蛋面 太正了 是的 即是如果你这样计算的话 那你就知道我究竟 我要买多少罐 五餐肉 十罐 你哪要吃到十罐 豆豉鱼 你餐餐吃什么 你吃两餐 你第三餐你都不想吃 即是你计一条数 就说你要究竟买什么 大家计一条数先 千万不要去盲腸 那我就觉得香港人 其实是一个零食的天堂 即是很可能 你有几天在家里没有东西做 你就是拼命找东西吃 那你就买些零食 其实你是不是在说你自己 是的 没错 即是好像我那样 你问我我会买些什么零食 乳鱼 薯片乳鱼 如果有话媒买那些 那些我都买些买些回家 但没所谓的 问题就是你是四天而已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整件事 看得轻一点 可以接受的东西 先不要害怕 你一害怕你就不知道你做什么 如果我这样计算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买两包大薯片 老实说你四天都要吃得完 你不是吃那么多 太热气了 还有又有热气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会知道你应该买些什么 你说我吃多些蛋 那你买一批蛋 不得买两批蛋 你说我什么时候买 不用现在赶去买 大把时间 下个礼拜 如果下个礼拜更多人 那再等多个礼拜才去买 那些人买完就不买 是真的 而且你家里哪有这么多地方 你买一批蛋 其实Robert 你的说法 你的书櫃都塞满了 其实Robert 你的说法 其实我们首先 轻松一点去想 好像你去旅行 假设我们去日本旅行 大家最喜欢 去日本旅行 五日四夜 大家没有叫行李箱 大家只可以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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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那你都要想 五日里面 哪些衣服是重穿 戴多少件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理 对不对 是 完全一样 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三月二十六至四月三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恐怖 大家要在家里 储的粮也不是那么多 最多你买多一包米 五公斤 八公斤 你哪要吃到 你买一包米 八公斤 你说你吃得多少餐 你告诉我 我们应该是正面一点的 大家都不要这么慌 大家在好那方面想 是的 那说吃买药 我又有个建议给大家 你如果有家庭医生的 麻烦你打给你家庭医生 拿好药 是 问他拿药 是 即是你现在买 买些什么 就是Panadol 那些东西 大家都明白 买不到 其实你要明白一件事 医生是最多药的一个地方 尤其私家医生 他处了很多很多药 你要那些药 那些开门口药 基本上一个私家医生一定有的 那问题就是当然 你买 就不是好像在街买这样的钱 他可能就收你 又是几百元 然后我给你多少日的药 就是你 你总之你做了这件事 我都知道有些医生 就已经做好这些 AX BX 有咳药水 有什么 整好药的时候 多少钱 他当然是计算他的医疗费 那当然 你上去拿药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东西 就想想 去医生里 就说一说给他听 去配药 因为你不用在街上找药 找药是一个很痛苦的东西 因为你说 你要买一些退销药 老实说 哪里有那么多 我说是医生有那么多 当然 医生会不会捂你呢 会不会就是 又是三百元四百元 就给四日药你呢 这个呢 你要跟他讲一下 明白明白 但是呢 你跟他讲清楚 姑娘不要这样 你没有理由收那么多 你给五日药 六日药 我去收多少钱 跟他咬一咬一咬 这样你就不用 到处扑了 你有药 有食 你还有需要什么呢 电视机开着他 有很多东西你看 手机也在你手上 你一定会害怕 其实我们想说 为什么突然之间 变成三月尾呢 其实也有些专家 譬如孔范毅 有出来讲过 因为三月中 其实才去到疫情的高峰期 他说那些设施 就是那些设施 隔离设施 其实你去到 如果你真的三月中去检测的话 其实我们检测三次 专家都说 通常是第一次 就会找到最多的确诊者 你找了出来 如果其实你的隔离 措施是不足够的话 那你就真的浪费了这个时候 所以为什么那些专家就说 其实你应该是过了这个高峰之后 你才去到三月尾 才进行全民检测 才是最佳时机的 嗯 但是有一个东西 值得大家看看 是 梁卓偉呢 就出来讲 就是港大估计的疫情报告 第五波 香港将有170万人染疫 疫情就会持续到四月底 嗯 那个有趣的地方 就看了 如果我们看回这几天的案例 最多是前日三万四 昨天都已经三万二了 那我都希望跟着下来是少一点的 但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如果你在家确诊两滑 你报不报 我要澄清先 好像我们同事一样 是 真人真事 其实很多人都有试过的 他们真是两滑 他不是说叫你打个政府热线 你要去报 喂 政府说 可以的了 他根本都不准备他 他说可以的了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总之在家自己搞定 第六第七日 那他有没有拿你的名字 地址 什么都没有 是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根本我告诉你 三万四三万二是假的 我不要说假 而是 不准确的 所以也有专家有说过 他说法是最高可能去到一百七十万人染疫 但也有说法说 未来是会去到四百三十万人染疫 其实我又想一下 你说真的 如果你现在才有二十几万确诊 你有没有觉得你周围 每个人都好像确诊了 那你说的命众率哪有这么高 根本的数字就不是你平日 他所报三万四三万二的数字 是 其实大概有十个人如果是中了招 大家问一下大家 你认识的人 有多少是中了招 而没有报到上面 或者他有报但没有人理他 他不受理 他不受理 我认识的人就不是 他在网上报了 你网上报了就有得 count 我估有得 count 如果十个人是只有三个人报的 换句话说 现在我们三万多 就是十万人的 如果计算数 七个人是没有报的 三个人是报的 如果这样的计算 如果我们十万人是一日的 七日后都会痊愈 七日十日后痊愈 医院爆些什么呢 是爆些老人院的老人家 每个人都去医院 这些才是爆的 其实你想一下 其实Robert 你想一下 为何最近政府突然之间 会承认快速检测 然后就改例 跟你说 你自己用快速检测 是阳性的 你就在那天开始去计 以及你的紧密接触者 计第六和第七天 你自己两次阴性 你就可以走出街了 其实你看到 根本他们都知道 机制是负荷不了第一 第二 你想一下 其实很多人是一定想报的 因为他们需要政府给医生纸 不是个个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固主 我们说我们这些固主 无论你是确诊者 或者你是亲密接触者 我们清洁姐姐 我们清洁姐姐就是这样 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的家人三个成员 继续他 两个成员确诊了 他一路检测了六七天 都是阴性的 但是 哪里清洁姐姐 哪有work from home 但都叫他work from home 是 你都是要 你扣人粮干什么 你就照给回 但是很多机构不是的 你没有那张医生纸 你第四天 开始拿病假 就是扣你 不是给全员 不是给全员 所以 其实 说法就是说 不是有些人是一定 如果是需要那张医生纸 是真的想去报的 总之 结论就是第一件事 第一 就是如果大家 3月26日至4月3日 大家不需要害怕 大把时间 回家找张纸 写下 你需要些什么 然后跟着你才去买 如果你弱的 找不到的 就找你的家庭医生 跟他说说 看他收多少钱 希望他不是收得太高 比较来说 这也是一个好的做法 第二 就是你刚才说的 全民检测的时候 现在的数字 似乎是低估了 目前形势 很多 很多 也是这样说 现在到26日 都有20多天 如果真的 现在是10万人一天 到时 全部据出来 就好了 那我们就好些了 你再强检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会是阳性 是阴性 你的隔离措施 就可以负荷得到 大家希望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为止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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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